在共和党人控制的军事委员会 克里国务卿等政府官员遇到了一些尖锐的问题 有议员问参议院推迟投票是不是因为民主党人意识到他们不会得到足够的票数 也有的议员请克里国务卿解释 他在伦敦表示对叙利亚的打击是不可思议的极小规模是什么意思 也有的议员提出美国及其盟友并没有受到直接的攻击 美国为什么要军事干预 目前包括众议院军事委员会首席民主党人亚当史密斯议员在内的很多议员表示 他们还没有决定是否否赞成票 美国经济者杨成国会报道